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29日 大阪飞角硬闯FC东京 周五傍晚,日直连继续有精彩赛事上演 届时FC东京将坐镇主场迎战大阪飞角 两队近期整体表现都难如理想 彼此均缺乏足够的取胜本钱 双方此番相遇一场合局可以预期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FC东京近期整体表现相当低迷 在联赛遭遇三联合后明显放缓脚步 而且还在日联杯分组赛上连输二场被提前淘汰出局 他们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 然而,FC东京近期攻击线出现严重哑火 他们近五仗各项赛事总共只有二球进仗 当中三轮联赛均颗粒无收 如果不是球队具备不俗的防守能力 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FC东京联赛至今场均也只能攻入0.89球 如此火力也只能算是日直连的中下水平 他们近仗想要全取三分并非一事 阵容方面,门将林张阳殷商休战 无独有偶,大阪飞脚近期遭遇也与FC东京相似 他们在日联杯分组赛上早早出局 而近三轮联赛也只有二合一副的战绩 不过,在小野来康介等人的入球帮助下 大阪飞脚近期的进攻能力比起FC东京略有起色 前者联赛至今场均攻入1.33球的攻击力甚至能名列前茅 网季方面,大阪飞脚近三次对阵 FC东京可谓平分秋色 而且每场的总入球数不是焦白卷就是一球指 双方实力差距其实较为接近 况且大阪飞脚联赛至今作客依然保持住不败之身 此番走访堪称难兄难弟的FC东京 一场合局也算是皆大欢喜 阵容方面,门将东口顺招和前锋于左美贵时等人因伤缺阵